理财观念由7岁定80,分清想要需要,家务回报券,建立储蓄观念,Apparenting。 早几日同一般就朋友吃饭,饭局话题少不了由以往工作,拍拖,结婚去到儿家大堂凑在京。 大家卡小朋友都逐渐长大,步入7岁,绝对系好时级教小朋友储钱,7岁卡小朋友系属于最需要人称赞开年纪,会渐渐变得成熟,只要适当教导同称赞,就可以为建立正确储蓄观念踏出第一步。 除左称赞外,等我继续分享其他窍门,最重要戏帮到小朋友。 下页序。 延伸阳读,为夏天做好准备,必备超多功能TubeBroad。 婚姻问题用钱解决,妻子闹离婚,丈夫用两个一文挽回婚姻。 喷的味香味更十九。盘点十一大品牌的人际经典香水。 1. 教小朋友分清想要同需要 哪个道理相信各位家长都知道。 虽然有时面对净手带就会渺望,但要教时小朋友就无系一朝一夕开始。 小朋友好多时候都系冲动消费型,家长那个时候就要教徐弟分清想要同需要,要领徐弟明白无系每一个消费都系必须,无可以单为眼前利益或者畅快而乱下决定,为每次消费排限后次序。 同时,要带出储蓄,要带出储蓄,要带出储蓄开重要性,等徐弟明白,想要一件玩具或一杯雪糕背后都有所抉择。 分清想要同需要,下页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